是一种什么动物 让它竟然甘愿放弃千万家产 你真的去折腾 我们一分钱都不肯给 其实我们已经把那鹿都铺好了 只要它按班就聚就行了 不需要再去吃那个土 是一个什么赌约 让它终于明白父母良苦用心 当时最大的感触 就是能理解父母 当时为什么拒绝我来这边做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什么执念 让它甘于扎根农村五年之久 本期节目富二代变身农猫达人即将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今天在节目开始前 咱们先做个选择题 比如说给您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承千万家产 但您要干一个不喜欢的行业 而另一个选择是从零开始 但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行业 您会怎么选择呢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1989年出生的葛卫峰 他做出了第二个选择 本可以接受父母留给他的千万家产 从事纺织行业 但他为了自己的喜好 却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偏远农村 从零开始干起了龙猫养殖 经过多年的努力 最终实现了三百多万元的年销售额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里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这种动物的学名叫茅丝鼠 属于镊齿木茅丝鼠科茅丝鼠鼠 原产于南美洲安地斯山脉 因为它的外形很像日本一部电影里的卡通形象龙猫 因此又被人们称作为龙猫 如今野生的龙猫已经濒临灭绝 市面上销售的龙猫都属于人工养殖 因为外形呆萌可爱 龙猫已经成为了现在宠物市场上 十分抢手的萌宠之一 龙猫养到两个月便可断奶 这一时在宠物市场每只的售价 能达到一千元左右 虽然龙猫非常讨人喜欢 但是在它的哺乳阶段却非常不好养 今天我们的记者见到这些龙猫的主人 葛卫峰时 他就正在为一只龙猫幼崽的哺乳问题而发愁 这个今天产的生了三只 有没有找到合适养母的 还没找到 今天产的都是一胎两三只的 葛卫峰手上的是一只 刚出生不到两个小时的 龙猫幼崽 由于母鼠身上的乳头 只够分给两只幼崽 所以遇到一胎产三只的时候 就必须给其中一只幼崽 找带养母鼠 但是寻找合适的带养母鼠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生个食物里面可能也就两只 到三只可能是生一只的 而且正好要在这个时间段 正好让你碰不上 虽然母鼠每次产一只幼崽的概率 有百分之二三十 但是想要让母鼠成功带养幼崽 并不容易 必须赶在母鼠正在产宰 且直产一只的时候 因为母鼠的养水 是带养成功的关键 按照葛卫峰的记录 今天厂里还会有两只母鼠产宰 但是每只母鼠能产几只幼崽 葛卫峰也无法预料 两个小时后 正巧有一只母鼠 只产下一只幼崽 葛卫峰立刻用母鼠的养水 涂抹在需要带养的幼崽身上 因为龙毛是通过嗅觉 来判断是否是自己的小崽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它自己的养水 把这个需要带养的小崽 身上均匀地给它抹上 把它气味给覆盖上 这样母鼠一闻 是自己养水的气味的话 就会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小孩子 看到母鼠没有察觉出异味 还顺利让幼崽喝到了母乳 葛卫峰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带养成功了 如今29岁的葛卫峰 每年能供应宠物市场 三千多只商品龙猫 年销售额达到三百多万元 然而让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的是 这样一个整天待在养殖场里的年轻人 五年前的生活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天天都出去灌街 出去happy 那个时候有段日子 他迷上了那个摄影 然后就开始买各种装备 他一个星期至少六天 晚上是在外面吃饭的 葛卫峰江苏省南通市人 1989年出生 家里经营着纺织生意 有着上千万的资产 葛卫峰也自然就成了 众人口中的富二代 然而2012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 却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去接班 反而做了一件 让父母始料未及的事 他跟我们说那件事 我们就一点不支持 很反对 你真的去折腾 我们一分钱都不肯给 我们花了几十万 让你去出国留学 学那个金融管理 回来接我们的班 你竟然要干那件事 真的想不通 葛卫峰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 竟让父母如此反对 原来葛卫峰要向父母 借三百万元 收购一个龙猫养殖场 因为他发现了龙猫的商机 当时在日本 我自己养过一只龙猫 后来回国带不回来 特别遗憾 回来之后发现 家附近还有很多人 没有见过龙猫 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去做些文章 经过市场调查 葛卫峰发现 龙猫供应量 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这让他萌生了 养殖龙猫创业的念头 而之后了解到的一个信息 让他更是坚定了这个想法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有一家成立于1989年的龙猫养殖场 正在寻找接班人 养殖场在整个龙猫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就是说是我们作为一个商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也一直跟他合作 因为他家的龙猫品质相对而言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当时跟老张沟通 无意中听出他们有想退出来的意思 因为年纪大实在干不动 心有余力不足 他们想找个合适的接班人 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个接班人 必须特别喜欢这个龙猫 而且特别踏实 要能干 起码再做个20年这个养殖场 我当时一想 那说的不就是我吗 如果能直接买下养殖场 就能立刻拥有现成的养殖技术和销售渠道 那样的话做出成绩指日可待 葛卫风彻底心动了 可买下养殖场至少需要300万元 拿不出这么多钱的他决定向父母借 但儿子的这个创业选择 在葛卫风的父母看来 简直就是胡闹 我和他妈是极力反的 这个龙猫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懂 其实我们已经把他路都铺好了 只要他按官 按班就聚就行了 不需要再去吃那个土 父母一心想让葛卫风继承家业 对他办龙猫养殖场的想法 自然是坚决反对 可从小就习惯了 由着性子做事的葛卫风 面对父母的反对仍旧固执己见 甚至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 龙猫养殖 他还就非干不可了 为此父亲只好提出 先和他去养殖场考察一下 我是想去把他 再把他转回来 说不好 有反对意见 一个太远 第二个被家照顾不到 第三个你就 这个事业前景我们看不懂 父子二人各执己见 一个赌约最终打破僵局 一个富二代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农村 他会遇到怎样的挫折坎坷 五年坚持换来自我蜕变 他终得百万财富 农广天地 富二代变身龙猫达人 正在播出 各怀心思的父子二人 踏上了考察之行 然而这一考察 让葛卫风的父亲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儿子要办龙猫养殖场的决心 是异常强烈 想要成功地劝回儿子 他觉得得使一招缓兵之计了 后来我就和他师父说 让他在那里干 干半年 不要钱 让他义务地学 看看敢不敢兴趣 看他自己想不想放弃 我的希望是半年让他自己放弃 如果葛卫风能坚持半年不放弃 父亲就帮他收购养殖场 对于父亲提的这个条件 葛卫风觉得很没有必要 但钱掌握在父亲手里 没辙的葛卫风 最后只好遵从父亲的意愿 2014年初如约来到养殖场做学徒 本想这半年的时间会一晃而过 可没想到刚开始的时候 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来之前我也做过心理准备 但是没想到落差那么大 那种生活那种状态 主要是一个炕 这是我第一次睡炕 来东北之后才知道有炕这么一个东西 在家睡行公司也睡惯了 第一次睡这个根本睡不着觉 各的皇上 特别硬这个 从繁华的都市到传统的乡村 葛卫风的第一感受就是没法适应 正常我们这边四五点 我这边基本上工作都结束 然后就是特别无聊 在家起码可以玩玩手机什么的 可能十点钟在家 还在外面跟朋友玩呢 完了之后 为了打发时间 葛卫风居然做起来 自己之前最不爱干的事 那就是看书 这也是当时那时候 那个老厂长 然后留下了一些挺多的书 然后就必须自己看硬看 我看完有一些养殖类的 还有这种小说吧 都有 看看小说就打发打发时间 然后有时候看一些养殖场的书 还学了点知识 那之前在家里的时候 有经常会看书吗 在家估计十年都没看过书了吧 逐渐每天晚上看书 成了葛卫风的一个习惯 慢慢的 他从书本中学到了 很多养殖龙帽的知识 也学会了如何静下心来 思考问题 那段时间的葛卫风 或许才真正明白 什么叫做成长 为何就是我们刚刚做了什么出来啊 刚刚做了一些冷毛饲料 那每次做饲料都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样子 就眼睫毛 然后衣服都是绿色吧 做饲料这样很正常 肯定很多会 这感觉跟以前的生活会不会有一些大的一些落差啊 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有 第一次做饲料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还要做这种事情呢 但是现在就已经适应了 我们现在龙猫主要吃的就是克力饲料和木稀草 咱们这个克力饲料里面呢 加了很多维生素啊 矿物质 包括它们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 营养很全 因为龙猫是草食性动物 所以除了颗粒饲料 葛卫丰它们还会给龙猫 四位干木须草 补充蛋白质 每天给龙猫喂料 是葛卫丰需要做的日常工作之一 除此之外 它还要打扫眷舍 养殖场的两千多只龙猫 也得每天挨个检查一遍 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 本来就很单调 再加上养殖场所处的偏僻环境 让原本单调的生活 就更加显得枯燥至极 可是葛卫丰很快发现了一个 可以让自己解闷的方法 养殖有时候会很枯燥 这个时候我就会挑几只我喜欢的龙猫 带出来跟它们培养培养感情 跟它们一起玩 龙猫性格温顺胆小 我们可以看到 刚从笼子里拿出来的龙猫 对周边环境表现得十分警惕 不停地来回张望 甚至开始钓毛 这是它们好生技能 它们觉得可能我钓了一双毛以后 那个猎物就抓不住我了 龙猫一旦主动钓毛 就意味着受到了惊吓 这时需要做的就是尽快安抚好它们 可以让它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人为给它做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手肘这个地方 它会钻到你的手肘里面 这个时候你可以尽量去做一些安抚它的动作 龙猫特别喜欢人家挠它的下巴 会让它觉得特别舒服 起到一个放松它心情的一个作用 每当感到枯燥无聊的时候 和龙猫的玩耍 总能让葛卫风的心情得到片刻的放松 重新燃起斗志 很快 半年的考察期顺利结束 在葛卫风的身上 也发生了许多不一样的变化 最直观的改变 应该是价值观方面的改变 以前可能买一件外套要几千块钱 它现在可能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的衣服它都能接受 只要它干活方便 穿着舒服 最开始它连锤子都不会用 连钳子都不会拿 到最后它什么活动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 而且干活它抢着干 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能理解父母 当时为什么拒绝我来这边做这个事情 因为真的很辛苦 创业很辛苦 他们白手起家做企业 是很深刻地经历过的 我倒是不懂 所以说我现在能体会到他们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能给我提供一个 能证明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踏踏实实必须把这个事给它做好 发生在葛魏丰身上的这些变化 让他的父母既惊讶又欣慰 他们本想着让儿子干个半年知难而退 可儿子身上前所未有的专注和坚持 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很愿意吃苦了 就是很吃苦很吃苦的了 他愿意坚守啊 看他这个坚持的劲 只要他开心做得高兴就行 让他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了一下 就是你要用心去做事 用眼睛去看事 用脑子去想事 要简单的事重复做 你就要不觉得辛苦 才能成功 父母觉得葛魏丰终于长大懂事了 于是拿给他300万元收购了养殖厂 2015年3月 葛魏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在买下养殖厂后 凭借着半年做学徒积累的经验 葛魏丰养殖龙猫 还算是得心应手 葛魏丰心里很清楚 想要搞好养殖 就得遵循动物的生物学习性 养殖龙猫也不例外 龙猫属于孽齿类动物 牙齿终生生长 为此葛魏丰经常检查笼子里 供龙猫磨牙的木头 是否已经用完 如果不给它磨牙 它那个牙齿会一直长 长到就是尝到 它嘴巴都无法闭合 就吃不了东西了 直接就死掉了 除了给龙猫提供磨牙用的木头 为了进一步营造 适合龙猫生长的环境 葛魏丰还专门给龙猫 准备了御沙 龙猫喜欢在沙子里面玩耍 那么它在玩耍打滚的时候 这个沙子和背包之间 互相有一个摩擦 那么玩耍完之后 它一抖动毛发 就把里面的污住的东西 就带掉了 起到一个清洁进化作用 看着养殖场里 每只活蹦乱跳的龙猫 葛魏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它就接到了来自广州的 24只龙猫订单 赚了两万多元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都会自己感到焦 第一时间就给家里打电话 说我开始赚钱了 第一笔订单的顺利完成 让葛魏丰很是兴奋 只要往后订单接得多了 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让父母真正认可自己的事业 可慢慢的 厂里的员工发现 葛魏丰却不好好干活了 这书房里的活儿 也不好好干了 成天在外边拍给猫拍照 成天拍 你说得拍那些玩意干啥呀 不好好卖龙猫 反而拍起了照片 葛魏丰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因为照片可以很直观地体现 龙猫那个萌劲 就打动很多人的心 所以说我就会去贴吧 去论坛上面 发一些很可爱的龙猫照片 当然把我联系方式也发上去 让他们可以直接找到我 葛魏丰觉得 网宠物爱好者最集中的宠物论坛 和各大网站的贴吧 发龙猫照片 肯定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户 不出葛魏丰的预料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很多之前没有合作过的宠物店 开始打来电话咨询购买 截止到2017年 他销往宠物市场 3000多只商品龙猫 加上龙猫粮的销售 实现了销售额300多万元 纯利润100多万元 他说 下一步的目标 就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直营店 进一步把品牌做起来 一个众人眼中的富二代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 变身成了龙猫达人 对葛魏丰来讲 他的创业收获的不仅仅是金钱 我也感觉自豪和骄傲 我觉得他慢慢地在成熟在成长 慢慢地变得稳重了 做事有责任性了 我们司机老对他这几年的成绩 我们还是很满意的 他的到来为三道官百姓提供很多就业机会 我觉得像我这一代人 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 时间允许年轻人犯错 所以说有想法的时候 尽量去折腾 尽量去实现它 但是一旦你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必须踏踏实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给它做好 坚持下去 80后的葛魏丰虽然家境优越 但他说在困难面前 其实人人都是平等的 在他看来创业者只要能够脚踏实地 肯吃苦 能坚持 善于结合自己产品的特点 制定适合的营销策略 那么终会迎来希望的曙光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